感谢新浪的网友们能够看到我的节目 然后能够喜欢二胡 然后也喜欢二胡走到国际上 走到世界舞台上 希望新浪的网友们支持我 谢谢 正式的公开的演出是第一次 就是以我自己为主的 过去也有过和别的乐团 但是是guest 这次是我的主要的是我 而且这次和柏林的音乐家们一起合作 在中国也是首次 所以这个音乐会本身的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是一种新的创举 您觉得这个北京的观众 这次的反应已经比以往 我觉得好的很多了 特别是我们演出现代作品的时候 观众们的热烈的鼓掌 说明观众们去 理解 希望理解这样的新的作品 因为中国的文化要走到世界上 必须要有一些改革 要创新 但您觉得就是这一次是跟那个柏林的音乐家合作 相当于是一次就是中国的鼓乐器 西方的鼓乐器的成统 您觉得这种尝试对于柏林的音乐来说 是什么样的 对于中国音乐推广到国际上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举动 因为中国的音乐 就好像中国的书法 美术 它有很多在国际上都非常 包括国际上有很多孔子学院 研究我们中国人的哲学 美学 西方人对中国的美学 其实研究得很深 但是我们的音乐这个领域里面 远远做得不够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动 以后希望更多的这样的机会 更多的这样的网友们来支持我们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在2008年 我已经被柏林爱乐请到柏林去 所以我觉得他们已经比我们想到更先 说东方和西方相结合的时候 会产生什么样的一种碰撞 一种新的文化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样的思维方式 给了我更多的 给了我更多的启发 其实我一直也在做这件事情 但是 我觉得世界一流的音乐家 一流的乐团 一流的这种音乐的听众 他们对音乐上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们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音乐在世界上 并没有被更多的人认识 所以希望通过这样的形式 2008年在柏林合作成功之后 他们希望把这个作品应该反馈到更多的亚洲 所以我们就在日本做了很多巡演 但是我们没有来中国 他们很希望来中国 但是没有这样的机会 而这次就有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现在我们的想说 其实像 我们是一个 是分通的是用来做的 一个音乐 一个缘起 就是西方的 就是学生业的合作 真的是一个很新鲜的 可以这么说 是的 这个过去的中国的民音乐 主要是在自己的民间的音乐当中 担任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 但是如果你要沟通文化的结合 必须要懂得怎么样去 我们中西文化的结合 本身是一种新的创新 所以二胡这个乐器 它完全有可能去做这件事情 而且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将来的一个新的趋势 我觉得 因为让欧洲人 让全世界的人说 都在学中国的二胡 那你的文化 推广就成功了 因为我们中国的 大部分的音乐爱好者 都在学小地情 学钢琴 对吧 就是说 他认为这个东西 对他的文化有 更多的 直接的 就是说 能够表现自己的文化 研究古典的 欧洲的文化 也能表现自己的 所以我觉得 反过来说 中国的文化 如果中国的 有这么好的乐器 可以表现西方人的文化 他们就会 纳入他们的这个主流社会 慢慢去 把这个影响扩大 我觉得这是一个 蛮重要的一个 一个局创 我们13号到上海 同样的队伍在上海表演 我们在柏林演过 在日本演过 我们现在 我们这个组合 希望能够走全世界 不同的地方 对 一直持续下去 一直到我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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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